Hello大家好,我是潘大帅,欢迎收看本期大帅观战,来观战一下SE的勘探员,我这种机球勘探牛仔加油拆,侯夫人看到这种还挺喜欢的,有一说一知道这种打侯夫人有点吃力啊,博命的话感觉牛仔跟技术说两博命,这边的话第一个镜头直接找到了油拆,那我感觉侯夫人这把很舒服,是一个大概率的迎面,小概率的一个平面,三跑的话,那这个只能够用, 看打架了,这边的话是一波反走,绕走了,这波油拆,反绕,红夫人,看见足迹了,那还行嘛,下一个镜子,一个镜子架住,应该是必倒的,因为进小房以后这个镜子是一个自由镜啊,就是没有任何的建筑可以挡住的一个镜子,一包,好,过来 刀,没打中啊,差一点点,一个金生红夫人,开局两盒镜子带走了修机阻力,穷者有点炸,有点炸,砍探员这边,想搞事儿,一块磁铁,我往后走就行了,你的,我有狩猎本,有那个浩克知道,你一层没有快的,这块磁铁,其实作用不大的,这个作用,而且这边抬一个镜子,找到这个有,砍探员一刀,没办法, 真没办法,这道这种,遇到红夫人的话,砍探员,哪怕你S1,砍探员,别开S1了,S对吧,零零零都没有用啊,就上来三块磁铁了,你要是遇到红夫人,都得直接,对吧,被两个镜子给抬走,这边起爆发,起爆发,哎,我躲,我躲,打一刀,好的,这边的话是,想一棒子打云以后来进行一个,那个救人,想打一个无伤救,镜子一台压住我, 回身一道漂亮,红夫人这边打的是真的好,运气也好,操作上面的话,刚才那个镜子没架住嘛,确实有点亏,但是后续抽刀抽中也可以啊,这里的话,金身,这个金身,看机油手,来起爆,但这不是一个机兵的爆发球的话,对于球者来讲,哎,预判是牛仔,牛仔这边来不及,蓄力没蓄满,红夫人镜子又好了,这边镜子抬牛仔, 一刀打,那这边捞下来,意义也不大,可以追个双挡的甚至,当然红夫人这边球稳打是最好的,哎,勾勾走了,可以,这勾勾得很漂亮,这个短勾还是勾得很舒服的, 嗯,但七秒钟以后有,这个金身是不能切闪现的,所以说红夫人一定要等了,他需要一个金身稳稳的把这个油拆给挂上,一旦挂上以后,就是红夫人无限节奏好了,一刀带,而且他可以通过这个金身,说不定去打一些,对吧,打一刀的节奏,切过来到脸上, 来,球人这边一定要搞事儿,一定会搞事儿,金身,好的,对嘛,挂飞一个,再来一个,这金身多舒服,就是,这把的话呢,运气,操作,心理,都,都打到了,都打到了,这边的话,镜头给他看待员,你现在没金身了,来, 一块磁铁,吸一手,人放下了,第二块磁铁丢,红夫人这边可以抬个镜子,打这个看待员一刀,一刀,弹一手,红夫人这边的话,我觉得是可以抬个镜子,对,牵起来打气球刀都可以,平地追,也可以,要打一刀,要打一刀,这一刀是为了后续做准备的,什么叫后续做准备呢,那我这边,你这牛仔反正起不来,我就把人挂上,挂上以后呢,你看到一个修机子,我一个镜子可以把你抬,抬了以后就是一个四抓,你这边看到一个不可能救人,那我这边,你这牛仔反正 这边只要去防肌肉手就可以了,只要去防肌肉手就可以了,就很舒服,就很舒服,如果说外面是两个满状态的人呢,因为单刀型监管者,红夫人这边,如果说现在没有精神的一个时间点,万一被肌肉手打一波无伤救人什么的,然后保一保,那个牛仔勾一勾,牵制开的话,可能还会出现一些问题,但现在这刀看待员吃到的话,我觉得穷者机会就不大了,因为他这边可以干扰看待员揪几机,然后呢,你只能一个人过来,一刀, 哎,打椅子,无伤救,无伤救这边捡球,这波无伤救有点亏啊,这波无伤救有点亏,这个时候其实我觉得,呃,台,呃,台这个看待员真的挺好的,台这看待员真的挺好的,但是没打中,他这台看待员如果说能把看待员打中,这个牛仔他需要干嘛,他需要切个闪现,把这牛仔给秒了就行,但是这波没打中,那这样的话,穷者的整个局面慢慢的又翻回去了一些,呃,虽然说不足以, 让求者翻盘真胜嘛,但是宝皮的可能性应该是从很低的百分之几,现在涨到百分之十几了,还想打这个看待,这里就,刚刚因为打掉了这个看待,我就想把这个看待给打了,对吧,然后我守着看待员这边的一个机子,他这边把这个看待员秒了真的是能赢的,这是一个稳赢版,不是能赢啊,是个稳赢版,但是看待员这边一点机会不给啊,两次啊,这个镜像过来都没打到, 一刀,没打中,切过去,那交闪现了,这个的话可能要交闪现了,平地一绕,是不太绕得到的,绕是不太绕得到,还是刚才那波,刚才那波但凡就是,他只要能打一刀机球手,就不用管这个看待员了,主要是没有打到这个机球手,这样的话外面两个人状态不好,但是这边的话手队才大遗产,外面的话牛仔重新起一台,呃, 呃,他们是选择来打这一台吗,打这台我觉得不行,打这台的话红褲子底盘没有角,待会切个失常,直接干瞪眼了,这金身先留着啊,这失常不着急切,不着急切,等牛仔那台那台机子亮了再考虑要不要切失常,这金身还是要用的,还是有用的,嗯,这边的话,压一手,追一刀好,然后抬镜子来打这两个人, 抬镜子击倒这边的谁,看一下,这边要压这个,哎呦,压这个机球手吗,一刀带走,要去管机子,要管机子,再机子不能让他们亮,不能让他们亮,包过来,切一手到脸上,好的,金身顶,可以,呃,牛仔这边还能打,牛仔这边还能打,牛仔这边还能打,牛仔这边的话,因为这个金身交了,所以你手里面没有技能了,呃,如果说牛仔这边, 能够把,他拖一拖啊,他先机子点一点,或者这个机子不能点了,我觉得这个机子不能点,他不要去摸这个机子,他这边去干嘛呢,拖到这个牛仔胶,病患胶胶,就,就是,画楼梳瓢瓢瓢,这个机首手就要自起,他得拖一拖,拖机首手就要自起,对,然后这边他去帮忙扛刀, 看太远,没拿到,没拿到的话,这边要去守机子,守机子,这机子差一些,守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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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甚至我觉得这边可以切插眼,甚至我觉得这边可以切插眼了,牛仔,一刀带走,好的,这边强行抢,那看太远,这边抢的话,机首手也得抢,两个人一起抢,牵起来,往外走, 能吸到吗,好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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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不太行,但是看太远可以吃一刀救人,吸一手,吸晕,没有能吸晕,没有能吸晕,一刀,密码机点亮,这波没有能吸晕,有点亏,救下来,一刀带走牛仔,牛仔,上挂飞,看太远在脸上面,击球手要来偷袭,但侯夫人知道,哇,这把打得,好激烈啊,这四个人, 抬镜子,带走一个,一刀没能打,我这边硬要追,我都已经不记得牛仔有没有交自己了,牛仔在暴治疗程度的话,应该是交,没有交自己的,看太远这边只能来打呀,看太远走了,走了的话呢,这样的话,应该是一个三抓了,最终还是打成一个三抓,主要就是中场那波,本来应该是老早结束,不是老早赢了, 他那两个镜子都被这看太远给躲了,这是第一点,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中场那波救人的时候,是让这边的击球手无伤救了一波,然后球者还是把节奏给稳住了,尝试去打了一波,尽力了,尽力了,诶,传错了,传错了也过不来了,传错也过不来了,这边,门是点开了, 但是走的话只能一个人走,还是蛮精彩的一局啊,这种打架局非常的好看啊,感谢大家,我们下期再见,拜拜